会否像电影的桥段一样 是《青云》怎样赞宇合作的呢 怎样 你们很有默契 很厉害 其实这次的合作是《青云》怎样 赞宇一起合作的吗 怎样碰到他呢 赞宇哥 赞宇和《青云》相隔19年再度合作 两位是戏中饰演谈判专家 讲素技术不分高下 现实中两位不单是老友 论演技一样有差不多 更幻妙的是 两位差不多时期在《TVB》出道 如果以训练班来说 就是赞宇是师兄 然后《青云》是师弟 但其实第一次的合作或相遇是怎样的 第二个我都不说 不过《TVB》就告诉大家 是 其实我在考训练班的时候 是他去拿镜头 是他告诉我 因为他是第十二级 我第十一级 第十二级 然后考完之后 我有一次在旺角搭巴士 就碰到他 看到面又聊了两句 他又跟我聊了两句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TVB》的理想 是 我和很多女学员都拿镜头拍摄 没什么缘分 在旺角走着也碰不到真华线 碰不到刘家玲 碰到刘青云 其实是否想和镇宇合作 那当然不是 怎样可以这么有能力 没有 其实我是后来 又不算很后来的 知道有部电影 也跟导演说了 导演说会找吴镇宇 我说好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 那镇宇呢 第一次知道是和青云合作的时候 可能他想推 真的吗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拖下 真的难得拍到这个位置 被人拉下来也不需要 现在拍完了 觉得有没有拉下 有没有拉下来 真的 我这些事情都是自求多福 对, 就是这样 是 很久没有合作 打算下班的时候可以吹水 喝啤酒 但原来也没有时间 镇宇, 你曾经说过 只要青云不接香港电影 就不会青云不接的 是 你现在又跟他一起接戏 他那是什么意思 大大心跟他 就是青云一起接戏 你曾经说过 我也是为了下一代着想 来跟他接戏 攬炒 那就是大家不用拖 谁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就很喜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不是, 就是了 就是了 求求其其打算着攬炒 大家又觉得是经典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想… 没有办法 这个时势下不回来 下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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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se 今天! 下不回来 我带你 aud哥